小雲火炬廣州站船地的起点 设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一到清早就有大批市民来到现场 等候观看船地启动仪式 热情的广州人 以传统的五彩龙和醒尸的形式 迎候奥运圣火的点燃 早上八点钟 三名护袍手手持小雲火炬 和装有圣火火转的火种灯 准时出现在主席台上 我宣布广东省 继广州市船地活动 现在开始 2014年雅典奥运会跳水冠军 杨锦辉作为广州站火炬接力 第一棒火炬手 拉开了船地活动的帷幕 在广州208名火炬手中 还包括明星 杨宇人手交电视主持人 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 我觉得我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我们跑的这200米 希望能够传达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200米 能够把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 带到千家万户 广州站传递路线全长40.82公里 沿途有10个主要景点 包括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白云山山里公园 北京路 海珠广场和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等 早上8点25分 在起点完成了简单而隆重的起跑仪式之后 208名火炬手将开始 今天全长40.28公里的火炬传递 今天火炬传递路线将经过广州市内 10个主要的景点 最后在晚上6点钟大达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祝广州记者潘兵报道 那么关于最新的情况 我们马上连线祝广州记者潘兵 你好潘兵 您好 那么现在这个活动是不是暂时结束了 下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目前广州的火炬接地 是已经进行到了广州中山信念堂的 这个春冬山神同向前面 现场有千年远远的太极悬 以及是太极战 另外就是在上火长地的这个日现场 大乱的广州市民打了国旗 还有北京奥进会的海外和旗队 加大广播这个火炬头 现场是成为了一天半层的海洋 连线在路上巡使的汽车也纷纷打出了 交易通过交易会让的红枭带 司机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为火炬手夹以鼓劲 今晚6点钟 这个火炬将会到达封点 广州天河体育中间 并将进行一个小时的庆典活动 由于西洋部门连级今晚可能会有剧雨 因此这个庆典活动已经是由室外改到室内进行 不过连级桑火炬有长风长雨的特殊设计 因此广州的阶级桑火炬 不过这些大量的兴起的影响 一定是相比无主的 收音 好的 谢谢潘兵从广州